字幕志愿者 在炎炎夏日裡 来晚芒果雪花冰 或是常常观光客必吃的 鼎泰风小笼包 特有的风景以及美食 让台湾几身国际观光客的 热门选择地点 其实想要救疲弱的经济 不是只能靠出口货柜数量多寡 凭观光也能赚进大把外汇 外国人来台观光买东西或者服务 等于直接把钱送上门来 比产业出口更省事 不过来台旅客的人数 虽然比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但是每名旅客的消费金额 却没有明显的成长 怎么提升旅客的素质 增加消费的金额 恐怕比充人数更重要 最根本的要怎么样去 让市场这些品质不好的低价团人 能够尽快地退出市场 团体人数的副成长 我个人是乐见的 因为我要看到最喜欢的是 自由型的人数要是能够大幅成长 自由型才会百业收费 它的消费才会高 动作整齐花衣鼓声铿锵有力 优人神谷用表演站上国际舞台 还能帮台湾撞外汇 专家认为以优质的行程 取代销价竞争才能带动观光消费 比如说我们的云门舞集 我们的这个优人神谷 明华园 霹雳布袋戏 这些都是很好的剧团 那大陆观光可不可以在固定的时间 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一些文创团体会有帮助 对它的消费金额也可以提高 因为它总比去夜市 消费个两三百块来得好 不只要用观光就出口 政府也在七月底开出一帖经济特效药 要从三大面向强化体质 除了持续加速产业的升级 另外国发基金也将会跟民间合作 协助企业并购扩大规模 改变企业的体质 也提供五千亿的贷款 协助中大型企业取得营运资金 中大型企业的投资量会比较多 比较有震撼性的效果 中大企业投资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小 那你对整个经济 让老百姓有感的东西就会比较少 比如说你因为企业投资的时候 它有些不会靠现金 它可能透过购病合并 可能透过一些现金增资 可能透过一些银行的融资 所以有这些东西来做支撑的时候 它就容易做一些投资 加速投资的决定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这铁三年为期的解药 治疗当下衰退的经济缓不济及 那么重拾过去马政府的消费券政策 或是效法南韩政府推行的 放假经济学可行吗 那这方面来说 对政府现在财政拮据 政府的公共债务在GDP 已经到将近40%的上限 所以其实政府也没有能力 筹筹这么多的经费 台湾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可自备所得 并没有增加太多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我给你放很多假 你也不见得会出去消费 因为你想说我出门 就是要花钱 虽然马政府的任期 只剩下短短9个月 专家建议政府可以将有限的经费 投资在提升既有公共建设的 盈喻效率上 四季经济也能够改善投资环境 对政府来讲 其实这个时候不是讨好老百姓 发消费券 也不是做一次性花完就 立竿见影 就好像吃了马飞的那些财政资金 真的你应该从比较长期的 投资的角度 把钱花在这些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对生产力有帮助 对经济稳定运行有帮助 因为比如说你解决水的问题 经济绝对会稳定运行 你解决电的问题将来一点 你把所有的耗能的电网 通通换掉 说不定就可以省下好几座核电厂 台湾经济走疲 或许不能光靠特效药 缓解极星症状就能痊愈 恐怕还得靠长期的体质调养 面对全球景气蜜蜂来袭的时候 才能够具备强健的抵抗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